里面这个水呢 一直在外面冒 冒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蚂补啊 在这里堵牢 它呢从这里冒出来了 从这个吸连之下面也冒出来了 那么冒出来我们也弄不好了 我们真的用这奔机用把扫把 把这里都起来都到这里 包师傅的房子在杭州上城区 红梅社区的二楼 整幢楼一共14层 包师傅说 当时只要楼上一用水 地漏就会往外冒水 从卫生间漫到了外面 那我站在这里就是这里 就是一直站在这里了 就漫到这个位置 这里嘛我看看 这20个平米有吧 客厅铺了地板 卫生间门口这块区域被撬开了 当时通知了物业来抢修 它8点都抢修到5点 下午5点 那么还有呢 他们呢也找了外地的这种 通管道的这种工事人员呢 也来通 也是一直通不干净 那么到了5点呢 他们下班了 就是说不给我通了 那么我自己找的 通管道的人呢 我也打电话叫他们通 那么他们通到10点 也是没有通掉 包师傅说 后来他把问题反映给了12345热线 当天晚上接到了物业经理的电话 约好第二天一早上门继续疏通 8点半 他们物业才过来 来给我抢修 抢修到呢 4点 我看不对劲了 我找他们社区里的区域 那么就是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他们的领导呢 找了3D公司的这个 公司人员呢 来帮我来抢修呢 抢修好了 他家的管道比较 错重复杂 我们从上面 熟通器熟通的时候 就是说一直是打不下去 那我们就采取了 从底下往上面打 从底下往上面打 打了有十几米的一个 熟通器的弹簧 也没打通 没打通了以后 我们连接到的熟通车过来 然后熟通车过来 给他打通的 然后熟通车打进去的是 20多米管道 他不是二楼吗 对二楼 他一个就是说 房子主体一个设计的问题 就是说打过去 从二楼到底下的一个立管的话 那我们这个层高不高的 对三米多一点点 那就是说 这个当时的设计红管过长 导致它可能是 留的时间长了以后 会有个堵塞 徐经理介绍 小区的管道都埋在墙体里面 这一给熟通工作 造成了一定困难 因为没法确定 是哪个污水口出的问题 在熟通时 只能把每个污水口都熟通一遍 直到包师傅家不再反水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话 我要叫他们赔这块地板 他们说我们没有这个义务 要赔那这块地板 这个我们还真没办法去承担 因为我们物业的责任 我们该做的已经做掉了 那房屋的一个设计 一个问题 那不是来物业区来买单的 那就是说 这位业主他如果是走 一些正常的一个流程 需要物业配合 我们可以去配合的 但是这个市肯定不是未来买单的 他说的是 我第一天是八点钟 比如说是到晚上八点钟 都是我跟他沟通 怎么我是晚上八点呢 我晚上八点多知道这个市的 后面跟你沟通的 你后面跟我沟通 是一日三日时我打通了 你们社区的领导电话打给你 你才知道这个情况 你当初的时候 根本不了解这个情况 他们这个卧管的工作人员走掉 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卧管到底是在干嘛 那业主您这么说 那我要搬车搬车 您打一二三四五的时候 您打一二三四五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家中住了七十多岁的老人 但是实际里面住了一对小夫妻 对不对 对啊 他那个房子不是他住的 不是他住的 是租客住的 一对小夫妻 今天那个我们上门的时候 租客没在啊 租客我叫他走了 这次沟通 双方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小夫妻 小夫妻 务票